華人居民眾多的聖卓博士3月7日將會迎來市議員選舉 一共選出7名候選人爭奪3個城市議員席位 曾經在2009年至2013年 擔任聖卓博士議員的2號候選人瑪利奧迪拉圖 這次亦都重新參選市議員 他希望自己在商業發展方面的經驗 能夠幫助到聖卓博士增加稅收來源 2號候選人瑪利奧迪拉圖再次參選的原因 是看到當年市政府面臨的問題仍然在繼續 並沒有得到解決 身在一個超過半數人口的華裔城市 瑪利奧表示需要推動市政府 隨時能夠提供講國粵語的專業中文翻譯 為華人開發商和生意人提供便利 敬請鎖定星期六晚上粵語2台7點鐘的天下中環談 瑪利奧迪拉圖再創聖博士巔峰